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今天看到中纪委的网站 又爆了冷门了 以前我们知道内蒙古反腐败 搞了大跃进 抓得贪官污吏最多 而且具有明显的这种派系斗争色彩 现在是越演越厉害 上一次是创了纪录 是一天拿下四个厅纪杆 今天一下变成六个 给大家看 所以说内蒙古很值得关注 大家看一看内蒙古 中纪委的网站 你看四名厅纪官员被抓 其中有几个是已经退休的 有的是现任的 可见内蒙古现在是反腐败的形势 是极其的严峻的 那么看来这个 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时代风 现在看来就像一个摆荡一样 真正有权的应该是刘启帆 刘启帆抓人不遗余力 肆无忌惮 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的这个权势超过了 这个时代风 这个今天这一下子爆出了 这几个贪官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族书记 厅长孙振云被算开 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信安盟委员委员副盟长张国平被算开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布原副寺长周明虎被算开 内蒙古电力集团党委副书记张复生被开除党旗 还有内蒙古煤炭地址砍砍查集团党委副书记杜刚被算开 内蒙古能源建设投资集团外部董事长张宗接受审查调查 外部董事长什么意思 这个第一次看到这种表述 大家想一想这个贪官越刷越多说明什么 这说明培植贪官这个土壤是越来越肥厚 原因是什么 大家我相信都已经自由公论了 现在海内外非常关注中国的反腐败 大家都是好意 希望中国变得连结 但现在你看 如果正常的话 应该是贪官越刷越少 对吧 现在越刷越多 而且抓的金额越来越高 过去是一刷一二百万 变成后来五六百万 最后是千万 现在都上亿 亿也不行了 现在十亿 已经有了就快二十亿的赖小民 还有这个最近这一两天爆出来 有的是十二十亿 是不是 你看这金额 那么再过两年 是不是就是百亿了 你说这反腐败形势是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说全面否定反腐败 腐败要反了 但是关键要铲除自身腐败的土壤 而不是整天抓针的 抓的人心惶惶的 而且这种反腐败 这个 是否这个证据确准 那么如果说是反腐败证据确准 那为什么别的省市那么少 那有这个内蒙古特度啊 多到了一种这种程度了 这个布小林 这个盟主席开会的时候 这个当场就倒下来 人大报告 独立案倒下来 我现在怀疑他倒下 到底真是假呀 上一次我曾经有个节目讲到啊 我猜测搞不好说是故意 这个找个机会躺倒算了 因为什么反腐败这个 有些案件 你想涉及到这么多的听级干部 难道说 他们不给布小林送礼吗 对不对 那送礼他拿没拿 这都是问题啊 而且布小林 你想他的爷爷乌兰夫啊 还有这个 这个接下来的 这个史文青的案件 啊等等 你看越整越多呀 所以说就很难讲到底 哎 预思着什么啊 不过给我的感觉 应该讲 你看看这些官员的 个人的这个经历就知道了 先来看看这个孙正云 这孙正云呢 他是这个内蒙古啊 这个农牧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孙正云啊 你看他既是这个厅长 又是党组书记 如果说他仅仅是厅长的话 党组书就换个其他人 相对好一点 对不对 这咱们公平的讲 或者是他是厅长 但是这个里边是一个副厅长啊 那几个副厅长都应该是民主党派 是不是好一点 对吧 你这个还是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啊 因为你党管一切 党管一切在北京呢 是北京蔡奇首帅 那你在地方 在这个内蒙古的小地方 那就是内蒙古的一把手说了算 但是你到了内蒙古 农牧业厅呢 那就是人家孙正云天下了 对不对 他能不贪吗 问题在这里啊 所以说他这个 指责着贪官这些 说辞啊 前篇一律 你看一下都一样 没有一个有区别的 换个名字就行了 看见没 只是什么呢 只是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抓着贪官 还把他个人简历 非常详细的列在上面啊 哪一年 哪一年 不讲得很清楚 这个孙正云斯 六四年就出生了 六年后 你想 八五年 八十年代 就在自治区啊 叫内蒙奇青山 青龙山镇 职业高中 教师啊 然后到了监察局 当秘书 八八年 后来呢 到了机关 团委书记啊 那么九十年代 就在团委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齐团委书记 那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他是共情团派 这个说不好 看着简历好像有点像 然后呢 到了 这个不在共情团系统了 九七年呢 内蒙古的 奈曼齐政府副旗长 然后在哲理梦盟 哲理梦盟啊 就通辽是团委书记 你看还是团委 那后来呢 内蒙古通辽 这个书记啊 后来是通辽经济开发区的书记 一路干上来 一直在通辽做 最后这个人 做到了 这个2014年 就到了习近平这个年代了 自治区通辽市委常委 副市长当组书记 行政宣言院长 你想再往后 逐步的上升 一直到 在这个通辽市啊 当了这个一把手 最后还成为这个 大常会主任了 你想那么17年转战到了就农野区啊 那么18年 10月就算是退休了 退休两年以后抓的 那一看个人解力 这肯定是 对立派再加上腐败了 是不是啊 我们公平地想 这个人的情况 这是这个人啊 这其中的一个谈文 你再看看这个 新安盟副庭 副盟长 这个新安盟 盟委员 盟行署 原党组副书记 这个副盟长 张国平 内蒙古自治区 新安盟 这个盟委 原来这个人 他好像这个 我看到是不是这个民主党派 内蒙古纪委 监委 对新安盟 新安盟委 原委员 不是 他党那个盟委委员 完了副盟长 这个张国平 这个人也是 你讲他这个个人的简历 你看他个人这个 党组都指责他犯的错误和罪行 千篇一律 和刚才那个人一样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 统统就是一套话 然后他是六九年出生的啊 然后呢 在八七年八十年代 在哲里盟 哲里盟 财经学院毕业的 然后再当了团委书记 你看八九年九零年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旗 太和乡团委书记 这不又是共情团派吗 是吧 后来这个人一直在基层干呢 内蒙古自治区叫奈曼旗 太和乡 从乡干到镇 完从镇 一直干到了这个 这个内蒙古 通辽寺的这个组织部长 然后呢 又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扎鲁特齐 齐 副书记 然后到了呢 霍林 郭勒齐 这是14年到18年 市委书记 那么2020 2013月内蒙古自治区 信安蒙 蒙委员 副蒙长 在这个期间 这个倒下的啊 你看 这是不是 也是带有派系的色彩 是不是 那也可能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讲不好啊 那么再给大家看看 下一个内蒙古 这个乌兰查布 副市长周明虎 什么原因啊 那么周明虎这个个人的 这个指责 他的这个 所谓的犯罪证据 和前一个是一样 给大家看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这一套啊 什么违反 法相规定啊 团团活活啊 大肆经商获利啊 毫无什么 法治观念等等 都一样啊 那么这个人是 58年出生的 那么90年代 80年代 现在乌兰查盟 桌子县 财政局工作 完了一路上来啊 这个人也是 在基层工作了 很长时间的 先后在 叫这个 乌兰查布盟 查哈尔 右旗 中旗 副旗长 乌兰查布盟 财政局副局长 啊 然后一直在 财政局干 那么2008年 是乌兰查布 政府的副市长 那么 这个 2018是乌兰查布 市政府副厅起干 不当领导的 给一个 闲职的 2018年退休了 退休这次 两三年 又抓了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可能这里 也有 情状况 搞不好 是不是参加了 这个抵制 汉华教育 这个运动啊 表现不好 是不是 完全可能 内蒙古 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福生 张福生 这个 就前几天 这个 我好像也谈到过了 就不详细讲了 他是 最早 他是70年代 他是乌达矿物局的 一个工人 一路干上来 一直在这矿干 乌兰叫乌达矿 乌达矿物局 副局长 然后 沈华 沈府 东盛煤炭公司 副总经理 那就是国企大老板 后来 01年到内蒙古 电力 有限公司任 董事 工会主席 后来 最高干到了 这个 2013年 2018年 2008年 内蒙古 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那么13年 就退下来了 闲置 内蒙古 自治区 政协委员了 一路年退休 现在抓了 这不是 退休四年 都抓了 什么原因 也不清楚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杜刚 简单 看看杜刚 这个 看看他这个轨迹 那么杜刚的 这个组织上 指责他的性质 你看 也是一样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如果把这个人名 都改一下 添个空 都一样 然后呢 杜刚是 这个 67年出生的 1999年的时候 任内蒙古 煤炭工艺技术学 当委委员副校长 然后呢 他一直在学校 好像是科技界 内蒙古 这个 煤田地质局 科技处副书长 07年的时候 就调到的 这个 内蒙古 煤田地质局 这个 当这个 地质研究院的院长 再往后 他一直在这个 煤炭工艺 集团 当委委员 2012年 那么 后来担任 煤 刊集团 当委副书理 总经理 煤的开采 勘探 在这个领域的工作 很久啊 那么2020年 11月 提名免去 煤刊集团 总经理 职务 也就是他是 曾经在这个 国企 这个大老板啊 那么最后一个是 张忠 那么张忠 看的是 怎么样一个情况啊 这个张忠 他是84年 80年代啊 内蒙古辞职区 冶金工业 机械厅 矿山处 计划 客人 那么后来 一直在 冶金研究院 工作啊 那么 2002年 是奥西科 楚清 合金公司 这个总经理 是不是 稀有金属啊 反正是国企啊 一直干 干下来 06年到08年 内蒙古 包钢 稀土 高科技 股份 运营公司 董事长 最后干到 2016年 包钢 集团 董事 北方 稀土 工业 党委书记 董事 总经理 也就是说 这是国企大老板 而且是什么呢 特别重要的 稀土啊 他来管 2018年到今天 内蒙古 能源建设 投资 投资员 公司 外部 董事 原来是 外销 这个 产品 这样一个 不如人 董事 国企大老板 落马了 看看这些 个人的简历 我们就知道了 内蒙古 现在的形势 就非常的严峻 抓捕 贪官 一个接着 一个 我认为 上述是贪官 或许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 一个是 对立派 共青团派 或者是 乌兰夫 这个体系的 这个 这是一个 或者是什么 在这次内蒙古 爆发的 抵制汉化 教育 这个运动当中 表现不好了 第四个 可能是 网易总一样的 对现在的 执政团队 心存不满 经常爱 说三倒四 像我老家这样 可能得罪人了 所以 就一个个 英神落马 那毫无疑问 就刘启帆 动作这么大 我相信肯定 这里面背后 是有背景的 背景就是什么呢 他很可能 在下一届 争取党代会 二十大以后 可能要进军 这个总继委了 因为这个 陈明儿如果当了 党的 这个二法手 那肯定了 就要培植 新的这个 反腐败的 这方面的助手 因为反腐败 对中共来讲 特别重要 你一手 用硬一手 软 软的是宣传 洗脑 硬的是抓 判刑 这样就起了 震慑作用 至于这个 石泰峰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早年 在这个北大法学系学习 法律系学习 和现任的总理 李克强是同窗 那么后来呢 他在东央党校工作过 2001年到10年任的副校长 胡锦涛是1993年到03年任 中央党校校长 你肯定他们是铁哥们 所以这个石泰峰是个白的 真正有权的 应该讲 是这个刘七帆的 以前我曾经讲过 刘七帆曾经80年代 曾经88年毕与厦门大学 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 毕业以后进入贵州了 到了贵州工作以后 就曾经和栗战书 有过交际 后来和陈敏尔也有过交际 所以说 他这个绝对是 这个西夏军的 这个 这个 第一席 所以肯定是 未来的政治师徒走强 这个凡夫被不过是给自己铺路 进军就有二十大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三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